市场猪肉摊客人络绎不绝 但不少人把钱付出去 心却在堂血 买猪的钱真的好贵 比如说180来讲 可是就是大概涨了30块 大概差不多3斤左右 就差很多 但你知道猪肉变便宜了吗 中华民国养猪协会表示 2月份春节长 毛猪交易日少仅15天 推估有25万头猪未上市 猪源过多以致价格下降 从全台毛猪交易行情来看 去年7月猪价一度飙到 每公斤平均86.38元 但近三天猪价 砍到每公斤最便宜时 仅66元 毛猪平均价格已经下修两成 但以目前的末端零售价格 仍然是维持高点 现在中华民国养猪协会 就要求这些摊商还有卖场 可以适时的调整售价 刺激买气 万物皆长只有猪价反能下跌 波动甚至超过两成 但消费者感受不到 而我们实际走趟传统市场 请摊商算进价给我们看 摊商说黑猪价没降 只能反映在售价上 反倒多在卖场卖的白猪 以国内部分卖场国产梅花猪肉片 从去年每百公克约35元 一路飙到每百公克44元 你竞价便宜一点 当然你也是要回馈给消费者 供不应求百姓该供体时间 但竞价便宜了 也该让消费者又服同向 TVBS新闻张美如轩彤 台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